2010年 因为不再遵守中国大陆政府 自我检查网站内容的规定 宣布推出中国大陆搜寻引擎市场的Google公司宣布 将关闭在大陆已经提供三年的音乐搜寻服务 中国大陆与日本钓鱼台地图纷争 影响两国部分体育与文化交流 大陆女网选手李娜决定 下星期赴日参加WTA赛事 作为中国大陆网球指标 中央选手李娜复日出赛引人关注 有网友骂他是汉奸 也有大陆网友立体 只填孕于政治无关 中国公社曾经被世界厕所组织 评为所有亚洲国家中成绩最差的一个 英国广播公司记者罗拉特 日前在中国想拍摄公社时 竟被中方随行人员挡下禁止他拍摄 理由是你绝对不能报道这个故事 中国当局认为不能报道的第四个T 除了天安门、台湾、西藏外 就是厕所 国际著名的财富研究公司VLCX 日前发布世界超富予人士报告 在报告统计的2011年8月1日 到2012年7月31日之间 在中国资产在10亿美元以上的超级富豪 总财富减少了1600亿美元 缩水近三成 新唐亚海电视整理报道